外國一名自小被領養的男子 為了捐贈患病的妻子 於是去做匹配率檢查 男子被告知兩人匹配到極高 但亦意味著他與妻子可能有血緣關係 當他一想到自己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同血親亂亂並生了小孩 就感到崩潰和無助 於是在網上發文求助 鐵文引起嘩然 不少網民都表示震驚 並勸男子再去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但都有人認為 既然兩人結婚生子已成定局 要做的是處理將來的事 先醫好他的病 不管他是妹妹還是妻子 你們永遠是家人 都帶小孩去做身體檢查 以後不要再生了 近親繁殖可能令小孩出現問題